政府不是推出了所谓以工代正 提供这个两百个零食工的机会 让大家呢能够自己来打扫环境 自己整理家园 同时还可以赚薪水 一个小时 一天是八百块钱 那么可以做一个月 结果呢 现在还不到一个礼拜 就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 喊color 没有那么多事情好做了 让灾民气得跑到就业服务站去理论 你这大太阳到就业服务站前 拉起百步调抗议 这些雪甲镇的灾民 想到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 就这样飞了 让他们满肚子委屈 想到忍着恶臭挖鱼丝 踩着烂泥巴清淤泥 任分工作 以为这个月不用烦恼三餐问题 没想到工作却突然喊咖 让他们气得着站长理论 这些灾民原本都是两百个疯灾临时工 其中一元 每天八百块的工资让他们很满意 没想到却因为报名人数过多而没了工作 协调过后 镇长决定以老委会的巴巴水灾临时工专案来帮助他们 只是还要重新登记再分发 这些灾民等不了那么久 无奈的眼神中透露出 他们只是想要一份工作而已 周恩学的赖冠章 林立成台南采访报道